圓景巡線逮到一名這個男子 因為他涉嫌偷竊機車 而男子在接受警方盤問的時候 當場要圓景打電話給市長陳其邁 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這名男子自稱是高雄市長陳其邁的同學 不過不管認不認識 他都涉嫌偷竊機車 因為有一名這個女子 他向警方報案說 他的機車停在這個停車格內被偷了 因為當時他沒有拔這個車鑰匙 所以很容易就讓這個男子給騎走 警方群線找到這個男子的時候 他一度還想逃避這個警方的追捕 眼見說是市長同學 警方不買單之後 他竟然還跑進這個旁邊的廟裡面 不想面對和這個圓景是大聲的爭執 不過最後還是被這個圓景 給押回派支所做比錄